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我国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寻价志 这里边的细节非常多 而且考的呢 没有最细 只有更细 而且是越来越细 所以这些条 怎么办呢 咱们就多读几遍 细细的读 不要放过任何一句话 按照目前的出题方式来讲 这13条里头吧 任何一句话都能出题 好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这个呢不是考不考的问题 是考多少分 考不考案例分析的问题 好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什么呢 叫寻价志 按照寻价志的方式 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新股定价 还有配售 有如下规定 一共是13条 好咱们来看一下这13条啊 第一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可以通过向往下投资者 寻价的方式 来确定股票的发行价格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发行价格是多少呀 对吧 所以呢可以寻价跟谁寻往下投资者 他说呢也可以通过发行人啊 与主承销商啊 自主协商直接定价等 其他合法可行的方式呢 来确定发行价格 就是可以啊 向往下投资者寻价 也可以什么呢 直接的定价 那么什么情况下 能够直接定价呢 哎 这是一个考点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在2000万股 含以下 且无劳股转让计划的 是可以通过啊 直接定价的方式 来确定发行价格 这个呢要注意一下 考什么呢 考这个相反的情况 那比如说给个例子啊 哎 说这个某公司啊 哎 某某公司啊 M公司 哎 准备着这个公开发行股票 它的数量呢 在4亿股以上 啊 或者说吧 哎 他准备发行4000万股 而且呢 哎 有劳股转让计划 那么他是不是可以通过 直接定价的方式来确定呢 按照教材上的写法 什么情况才可以呢 2000万股含以下 而且还没有劳股转让计划 可以 那么相反的意思呢 就是如果超过2000万股呢 如果有这个劳股转让计划呢 那就不能够直接定价了 那怎么办 哎 得通过向往下投资者寻价了 所以这块呢 我们一定要理解他啊 好多好多时候 不知道这个怎么考 怎么用啊 现在咱们知道了啊 好 也可以怎么办呢 哎 通过这个发行人啊 跟主商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 一定要知道啊 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定价 发行人和主商商应当在招股一项书 或者叫招股说明书 啊 和发行公告中啊 披露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 得告诉人家啊 定价方式 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定价 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的有关规定 这里边万一要考偏了呀 其实还可以考一个多选题 啊 怎么考呢 说发行人和主商商应当在哪 啊 那么披露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呢 在哪发呢 哎 一个是招股一项书 或者叫招股说明书 还有哪呢 发行公告 啊 现在的考题 真的是有可能这么考的 关注一下 好 这是第一条啊 好 我们看第二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啊 我们说了 可以向这个往下投资者寻价 啊 你想想啊 我能不能说往下投资者呀 你找我寻价 股票多少钱一股啊 你问我 多少钱一股你才买呀 我呀 哎 两毛钱一股我才买呢 你这寻价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啊 这个往下投资者 可不是随便的一个人 他需要有条件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往下投资者 哎 有哪些条件呢 首先啊 得具备丰富的投资经验 和良好的定价能力 一般来讲 怎么着 也得五年以上的经验吧 哎 得有什么呀 哎 投资经验 还有什么呢 良好的定价能力 这个可不是拍脑锅 一拍 多少钱一股啊 一拍啊 二十 五十 不是的 不是的啊 好 一定金额的非限售股份 或者存托凭证 哎 这个呢 有可能考一个多选题 要注意了 啊 嗯 往下投资者啊 这个是有很多条件的啊 那么 这说了啊 说这个 要有一定金额的非限售股份 这个一定金额只是多少钱呢 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关规定啊 一般来讲 在你这个参与报价之前的这个二十个 呃 二天吧 日金的这个余额 应该是得有一千万块钱的 就是我们手里头得有一千万块钱的 这个非限售股份 最少啊 都有一千万 啊 所以这个不是谁都能够作为往下投资者的 一般来讲 往下投资者都是大户 或者是机构投资者 有良好的定价能力 哎 有丰富的投资经验 而且呢 哎 都是这种大户啊 往下投资者一般都是大户 或者是机构投资者 基础里有什么呢 非限售股份 或者叫存托凭证 好 发行人和主乡商呢 可以根据自律规则 啊 设置往下投资者的具体条件 并在发行公告中预先披露 这是必须的 啊 当然了 还可以啊 公布具体的条件 主乡商应当对往下投资者 是否符合 预先披露的条件进行核查 啊 那么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应当拒绝 或者剔除其报价 啊 因为这个报价是很严肃的一件事 是吧 哎 需要这些个有良好定价能力的 啊 如果你这个不符合条件 那这个是拒绝或提出的 好 这块呢 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好 再来确定股票发行价格 那么往下投资者应该具有哪些个条件呢 怎么说了 有丰富的投资经验 是吧 哎 这有良好的定价能力 还要有良好的定价能力 还得符合什么呀 证券协会的这个 哎 自律的规则 另外 关键的关键是怎么办 手里边都有货 哎 有什么货呀 是有一定金额的啊 非限售股份的投资者 哎 这是对的 至少得有一千万块钱的吧 啊 持有一定金额的企业债券 这没说 啊 存托凭证 哎 这可以 啊 是有什么呀 非限售股份或存托凭证都行 啊 那么 企业债券没说 企业债券没说 啊 选A和C 这题考的太细了 啊 很多时候 根本就不注意呀 所以这块内容 考的是什么呀 是重点里边的非重点 啊 2021年啊 我们一定要 哎 注意什么呢 注意细节 既然知道这块是重点 那咱们就全面的掌握 你就别出题 是吧 出题我就拿下 好 咱们看第三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采用寻价方式的 啊 网下投资者 报价以后 发行人和主乡商 应当踢除 啊 提出什么呢 你申购总量中 报价最高的部分 啊 要提多少呢 哎 不低于 啊 所有往下投资者 你申购数量的 10% 三颗星 在过去 这是比较喜欢考的 啊 谁要提出呢 发行人 跟主乡商 应该提出 啊 提出什么呢 哎 最高的部分 那么 那么另外 另外 你这个往下 投资者呀 能不能是两家了 三家了 不行啊 能不能太多呀 太多了也不太好 是吧 不过呢 少了肯定是不行 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有效的 啊 这种报价 这种投资者 需要多少家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呃 他说呢 提出以后啊 根据剩余报价啊 以及你申购数量 协商确定啊 协商确定 好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在四亿股以下的啊 四亿股以下的 后边会经常提到这个数字 四亿股以下怎么样 四亿股以上怎么样 要特别注意一下 啊 有效报价投资的数量 不少于十家 四亿股以下 是不少于十家 那么四亿股以上的呢 哎 那肯定要多了呗 是吧 肯定要多了呗 是多少呢 哎 不少于二十家 好 这个呢 是比较喜欢考题的啊 呃 案例分析题里边 经常会考到 给上一个案例 哎 发行多少股 我们先比较 他是四亿股以下 还是四亿股以上 呃 一个十 一个二十 不少于啊 好 提出最高报价部分后 有效报价投资的数量不足 应该怎么办呢 终止发行 好 这是他的相关的要求啊 这是三颗星的啊 注意这几个数据啊 百分之十啊 十家 二十家 好 我们看第四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啊 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如果用的是直接定价方式 那么是全部向网上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啊 网下寻价和配售 为什么呀 你都直接定价了 你还寻什么价呀 对吧 哎 那就直接啊 网上发行就行了 单选题啊 要注意一下 这个都好理解 好 咱们来看一下 那么如果首次官发行股票 用这个寻价方式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分什么呀 也是分这个啊 公开发行股票后 总股本四亿股以下的 啊 四亿股以下的 四亿以下的啊 往下 初始发行比例 不得低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算了多少呢 百分之六十 那如果是四亿股以上的呢 超过四亿股的呢 那就是百分之七十 啊 反正四亿股以上的这个呢 它要多一些 这是给谁的呢 哎 给这个往下啊 初始发行的 好 这是第一个情况啊 两颗心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情况 叫什么呢 哎 叫做这个优先啊 一个配股 优先给谁配股呢 我们看一下 应当安排不低于本次 往下发行股票 算了多少呢 百分之四十 优先 像谁呢 哎 像这个公募基金 还有谁呢 哎 社保基金 还有谁呢 哎 养老金 要给他们撒 啊 是多少呢 不低于百分之四十 要优先配售 啊 优先配售 那么除此之外 还要 安排一定比例的股票 像谁呢 哎 像这个企业年金 啊 像企业年金基金 还有谁呢 哎 还有保险资金 干什么呀 哎 配售 换句话讲 需要优先配售的 有五家 啊 有公募基金 有社保基金 有养老金 有企业年 年金基金 还有保险资金 啊 这五家是要优先配售的 啊 其中前三家 这三家啊 公募的 哎 社保的 还有养老金的 哎 是不低于百分之四十 后边这俩呢 是一定比例 好 考试问我们 请问 哎 请问 啊 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才用寻价方式的 啊 应该 优先向哪些个机构 哎 优先配股呢 这五家都是啊 给他们优先了 是吧 优先了 哎 你看这是优先多少呢 百分之四十 是吧 不低于百分之四十 不低于百分之四十 哎 但是他们要是没买完呢 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有效申购不足 安排数量的怎么办呢 哎 是发行人和主乡商 可以向其他复合条件的 往下投资者呢 配售剩余的部分 好 优先配售啊 他们申购的不是很热烈 那怎么办呢 哎 那就这个 呃 再卖给别人呗 往下的啊 这块 要特别的注意啊 三颗星 这是两个点 一个六十的 一个七十的 还有一个优先配售的 另外呢 直接定价方式的情况 好 我们看一道单选题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才用寻价方式的 根据相关规定 应向往下优先配置的对象 没有谁 啊 哎 保险资金 这个是有的 呃 企业年金 这个也是有的 呃 社保基金 这个也是有的 嗯 私募基金 啊 私募资金 这没说 私募没有啊 这个D他不对 那五个一定要知道啊 那五家一定要知道 哪五家呢 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 养老金 正在40%的不低于 还有企业年金基金 还有谁呢 哎 保险资金啊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给这五家 要优先配售 好 我们看第五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在四亿股以上的 看清楚啊 是在四亿股以上的 可以向战略投资者 在什么呢 哎 配售股票 好 这个要注意啊 是多少 哎 是四亿股以上的 考试怎么考呢 哎 他给你个例子啊 发行了多少呢 两亿股 哎 然后下面问你啊 可以向战略投资者 配售股票 对吗 不对 得四亿股以上 啊 或者这么说 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在四亿股以上的 必须向战略投资者 配售股票 对吗 哎 也不对 是可以 没说必须 好 这是一个重点啊 好 另外呢 呃 发行人和主乡商 应当在发行公告中 披露 战略投资者的 选择标准 向战略投资者 配售的股票总量 啊 占本次发行股票的比例 以及持有期限等等 要进行信息披露 战略投资者 我们看一下啊 他是不参与 往下寻价 而且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持有期限 不少于12个月 持有期限呢 自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支起计算 上市支起计算 12个月 这个要注意啊 好 咱们看第六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往下发行 应和往上发行 同时进行 往下和往上 同时进行 那什么叫往上 什么叫往下呀 这就是不同的平台 啊 不同的平台 是吧 哎 我们说过啊 往下投资者 一般都是大户 是机构投资者 他们手里头呢 哎 你得照着一千万块钱的这个非限售股才行啊 网上的投资者呢 往往都是什么呀 哎 都是这个散户 啊 而且网上 有一个什么的特点呢 基本上 没有了一个限售的这么一个规定 什么叫限售的规定呢 就是网上你买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卖 啊 往下不行 往下一般来讲 会有一个什么呢 锁定期 比如说哈 我是一个往下投资者 我买了股票以后 往往会有一个三个月的锁定期 就是三个月以后 我才能卖 三个月以内我不能卖 像网上投资者买了以后呢 他就可以直接卖出去了 啊 这也是网上跟网下的区别啊 网下一般来讲的都是这种大户啊 机构投资者网上散户多 好 我们要注意啊 网下跟这个网上呢 是同时进行 那我能不能够说 又参加网上 又参加网下呢 不行 二者择其 好 网下投资者 跟网上投资者 在申购时呢 是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啊 投资者应当自行选择 参与网下 或网上 不得同时参与 哎 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哎 两个考点啊 要特别注意 三颗星 挺喜欢考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七条 发行人 股东 你进行 劳股转让的 啊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看啊 发行人和主要商 应当于 往下 往上 申购钱 啊 协商确定 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 和老股转让数量 要特别注意啊 什么时候协商呢 好 是 往下 往上啊 申购钱 协商确定 这块呢 这块呢 要注意一下 采用寻价方式 且无劳股转让计划的 发行人和主要商 可以通过 往下寻价 确定什么呢 发行价格 或者是这个 发行价格区间 那么如果是这个区间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网上投资者 申购时 啊 紧公告 发行价格区间 啊 未确定发行价格的 那么按照上限 还是下限 啊 来申购呢 主成销商 应当安排投资者 按照价格区间的 上限申购 哎 两颗星 要特别注意一下啊 现在的考题呢 考的是非常的细的啊 有可能会考到 上限申购 好 我们看第八条 啊 这个呢 非常重要 特别喜欢考案例 分析题里边的小题目 好 我们看第八条 呃 第八条呢 非常重要 特别喜欢考案例分析题 这是三颗星的啊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往下投资者 申购数量低于 往下出使发行量的 啊 咱们说过 四亿股以下的呢 是多少呢 哎 不低于60% 四亿股以上的呢 这个往下呢 是不低于70% 啊 那么如果 往下投资者申购 哎 他这个不热烈啊 低于了 往下出使发行量 我们要特别注意 是不得将往下发行部分 向往上回播 应当 终止发行 哎 就是往下 哈 卖不出去了 不能向往上回播 一般什么情况下才回播呢呀 卖得好 卖得热烈 啊 往往是怎么办呢 往上卖的热烈的时候 往下 才能往往上回播 啊 那么往下卖不动了 哈 那就终止发行呗 网上投资者 有效申购倍数 啊 超过50倍 低于100倍的 这就说明怎么办 网上太热烈了 那怎么办 哎 要从往下 向往上回播 那播多少呢 哎 回播比例 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上多少呢 20% 记住 啊 什么情况呢 超过50 低于100的 要干什么呀 哎 20%回播 谁跟谁播 往下 向往上回播 为什么 往上太热烈了 啊 这块 一定要给他 拿下 要清楚 那么如果还热烈 哈 有效申购倍数 什么情况呢 哎 超过了100倍 但是呢 不到150倍 那怎么办呢 哎 回播比例 啊 是多少呢 是40% 啊 好 又多 播的多了 如果啊 比这个100倍还多 啊 多少呢 哎 超过了150倍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也不好回播了 怎么说呢 你你要是四季公以下的那个 往下是60% 是吧 你都播了40%了 那就别说播多少了 咱就说剩多少吧 所以呢 150倍超过了以后呢 那就是剩多少 还剩多少呢 回播后 无锁定期 往下发行比例 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多少呢 10% 哎 就给他剩点啊 但是呢 剩多少呢 不超10% 当然要注意啊 是无锁定期 啊 往下发行比例 啊 因为有的呢 这个往下呢 他是要有锁定期的 一般是三个月 哎 三个月的锁定期 所以这里所讲的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应该按照什么呢 扣除 啊 设定限售期的股票数量来计算 就把这个 锁定期的这个呢 给他刨掉 啊 这块啊 三颗星 容易考什么呢 案例分析题 给个案例 里边就告诉我们啊 哎 说网上特别热烈 哎 超过了100倍 但是不到150倍 请问 应该怎么办 啊 超过了100倍 不到150倍 那就应该是从网下 向网上回播 回播多少呢 哎 百分之四十 啊 百分之四十 好 我们来看一道单选题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投资者 有效申购倍数 超过了100倍 低于150倍的 应当从网下 向网上回播 回播比例 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多少 百分之四十啊 五十倍到一百倍的呢 哎 是百分之二十 超过一百五十倍的呢 哎 那就是剩多少了 是吧 哎 选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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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回播后啊 无锁定期的这个呢 不超过多少呢 百分之十 这是超过一百五十倍的 好 咱们看第九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在四亿股以上的 啊 发行人及成销商 可以在发行方案中 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是怎么办呢 是可以啊 可以 可以啊 呃 这跟前面那个有点像 啊 也是什么呢 在四亿股以上的 是吧 可以像啊 这个战略投资者呢 哎 配售这个股票 这咱们要知道啊 哎 有一个像什么呢 哎 像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 也是四亿股以上 那这个里边什么情况呢 四亿股以上是干什么的呢 哎 是这个 超额配售选择权 也叫做绿协期权 什么意思呢 就多卖一点 一般就多卖15%吧 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 要遵守谁的规定呢 哎 这个曾经考过多选题啊 呃 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还有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规定 啊 这是两颗星的 那要注意啊 真的考 好 至于什么是超额配售选择权 咱们就不多说了 过去呢 常考 后来呢 删掉了 那咱们就不多说啊 呃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股成销商呢 可以多发售15%的这个股票 啊 好 第十个点呢 第十条呢 我们看一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持有一定数量 非限售股份或存托凭证的投资者才能参与往上申购 哎 你看往下的话呢 得有什么呀 哎 非限售股份或存托凭证 往上申购呢 也得需要这个 啊 不过往上这个呢 他少 啊 往下咱们说了 啊 那么这个一定数量 多少呢 就是往下是1000万块钱的 往上这个多少呢 啊 1万块钱的就行了 就至少有1万块钱的 日均余额啊 啊 二天 哎 至少有 多少1万块钱就行 所以往上这个呢 散户多 往下呢 大户啊 跟这个旧投资者多 网上投资者应当是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那么换句话讲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啊 新股申购 采用其他方式进行往上申购和配售的要符合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这要注意啊 不能全权委托 这是什么呀 往上申购的情况 当然往下和往上他可以同时进行 但是我们投资者只能选择往上或往下一个 是吧 不能同时啊 选 好 这个呢 要注意一下啊 好 我们看19年的多选题 你看这块啊 哎 连着好多年都考多选了 证券发行人 及其承销商 在实施超额配售 选择权时 应当遵守哪些机构的这个规定呢 嗯 这考的太细了 是吧 太细了 啊 证券交易所 啊 证券投资基金协会 这个这个没有 基金这个这个不是 这事是发行股票了 啊 找基金干什么呀 证券会 啊 证券登基计计划机构 证券业协会 A C D E 这个题呢 只要把B干掉 总能拿分 啊 B的话呢 其实挺明显的 我发股票呢 你找基金干什么呀 对吧 所以这个B呢 应该不难把它给排除掉 啊 这种题目呢 我觉得 呃 是可以错的啊 但是呢 根据题目出的这个选项呢 我们是可以拿分的 因为考的太细了 这个 哦 哦 说 opens opt 词